現在來示範畫Single Colony Single Colony 有很多的用途 其中我們需要用到的是了解 我們的樣品當中 它可能不純 我們必須把它分離出來 首先 我們點燃酒精燈 那請注意 不管您是男生或女生 只要您有長頭髮的 請務必跟阿源鎖取橡皮筋把它綁起來 把它綁起來 現在先來示範一刀法 一刀法是阿源自己的稱呼 一刀法我們先來看這個 我用一個空白的培養米 我從背面來畫 我們用白色的背景 一刀法阿源的經驗上 經常對一些比較不容易生長 例如說某一些乳酸菌不容易生長的時候 你還用二刀三刀 甚至用其他畫法 很容易就會錯過了 就像阿源上課最常講的 如果你踩到狗屎的時候 你第一件事情 一定找個馬路或者乾淨的地方 把你的腳跟一直磨嘛 那你磨過的地方 不可能回頭對不對 這樣子才能把你踩到狗大便 越化越少 來 我們來看 假設是 一刀法的時候呢 一般而言 下去阿源會先畫一道 接下來呢 一去不回頭 然後 而且不會重複 對不起 我拇指躺在這邊 假設這樣子 全部都畫完 那這東西熟悉之後 動作會非常的快 動作非常快 現在請阿源 來示範這一個 點完酒精針之後呢 一樣開始燒 燒的時候 到鏡頭前面這邊 燒的時候 有沒有看到 線圈已經變紅了 慢慢過去 每一個人有每一個人最適 理論上是應該握這個塑膠柄 但是阿源發現自己抓在 金屬的正中間的時候 最好握 每個人都沒有 那這樣做起來 阿源已經做了好幾年 維生物沒有大問題 把這邊燒掉 那一樣 酒精針一定要小心使用 好 可以在懸空 讓我們的loop 稍微冷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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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 可以用一個做法 例如 在旁邊點一下 好 我們再試一次好了 讓 鏡頭再帶一次 假設為了加速降溫的時候 我們可以 在旁邊燒紅 燒紅一過來 就聽到 啲了一聲 好 那 假設我要挑 這一顆比較小顆的菌 調一下 接下來 我判定 有可能是用一刀法 或者二刀法 這個需要經驗 如果你真的很擔心的話 是用二刀法 三刀法都可以 好 現在看阿源示範 好 我把白色背景 離開 稍微畫一下 接下來 OK 其實看某個角度的時候 我鏡頭盡量帶一下 齁 在某個角度的時候 可以看到畫過去的痕跡 你在某個角度其實都看得到的 都看得到 發現這邊是剛好反射到天花板的日光 都看得到你就會發現 熟悉了之後 就不會 就不會重複到 我們畫過的地方 好 接下來把Loop燒過之後 交給下一個 好